11月13日,哈尔滨迎来立东后的首场大雪 位于哈尔滨东北虎林园中 千余之东北虎撒花细雪 上演一幅《百兽之王细雪图》 记者在哈尔滨虎园看到 散放区的部分东北虎在雪地里奔跑活动 也有部分东北虎似乎有些懒意 在空地里抱团取暖 强壮彪悍、威风凛凛的东北虎在雪后蒙太十足 吸引了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老虎 我们国家也有一些这样的老虎 但是没有这里的数量多 我们那儿的老虎也喜欢寒冷的冬天 但是我们的温度没有这里寒冷 我非常喜欢在这里看老虎 刚才威士大师说呢 我瞧一下它就很多很多就就扶过来了 一下子我就猛了怎么这么多老虎扶过来 近年来 为提高人工繁育东北虎的野外生存能力 园内投食都是散头 捕食能力强的东北虎 吃到的食物也相对较多 长得也较壮 据东北虎员工作人员介绍 进入冬季 东北虎会加大进食量 储存皮下脂肪来抵御严寒 因此 饲养员会加大食物投胃量 保证东北虎正常过冬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